哈哈哈哈 视频们杨迪开始 还有最讨厌的三个综艺 最讨厌的三个综艺 最讨厌的三个综艺 有法要记王牌对王牌 我不是明信 哈哈哈哈 都是梧桐做的 哈哈哈哈 说出极难的三个缺点 来来来来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二辈子起起来晚 嗯 嗯 也有点小磨叽 是一个事啊 不是 起来晚就是因为墨迹啊 哈哈哈 墨迹是多嘛 然后东西吃不了太多 哎呦来了 哈哈 两个问杨迪 老两个你可以狠养的 哈哈哈哈 没事 哈哈哈哈 最讨厌你自己的三个是三件事 眉毛短 皮肤踏 皮肤黑 哈哈哈哈 哈哈 说出我们节目的三个缺点 梧桐 不行 哇你说的好真实啊 跟眉毛短一样 要下水 太累了 不来了 没有 你不是假的 下不下人 要三 二 就因为你说了 因为你这个 他一路给你蹬到那边去 哈哈 来说有问题是 不喜欢梧桐的三个人 嗯 嗯 呃 有胡子 睡得晚 呃 呃 口条不好 哈哈哈 也很真实 也是真实 哈哈哈哈 OK 说出三个小神姐的缺点 嗯 太好太漂亮太温柔 啊不算 这不是缺点 这不是缺点 虽然答错了 但是 赢了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脱脱吗 就没逻辑了 来吧 换个问题 那我换个问题 你们是在折磨我的心里吗 你们要脱就脱 你们要脱就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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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太虚了 真的 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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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周深最后一个你们灵姐吧 这题有点难 特别难 说出三个你喜欢梧桐的地方 弹 火下起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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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你们有优点 哈哈哈哈哈哈 全部都放在哪里 啊 哇 哇 啊 哈 içinde 哈哈哈 你说 啊 谢谢观看